接下来带您来认识小云法师的生平 小云法师俗名游运山 出生于广州市郊花地乡 17岁考入香港历经美术学院 30岁离港往西南行 因日军攻陷香港 于是留在桂林写画读书 对于我们师父上巧小云法师 他发心要办一个社会的大学 这样子的一个发愿 其实是他自己的特质 他从年轻的时候呢 他就当老师 虽然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的文学的特质 他很会写文章 对事物的感受呢 也特别的深刻 他对人生呢 从小他就觉得很喜欢沉思 那他到了这个开始教书 其实也是二十几岁而已啊 那他呢 好像对这个教育啊 尤其是对年轻人 有一股特别的关怀 所以他会觉得说教育很重要 应该要把好好的这个年轻人啊 把他好好的教育 那能够让年轻人 得到好的教育呢 自然对社会就有影响 所以呢 他在年轻到四十岁以前啊 他都是在 因为当时也是抗战嘛 所以这个也是很动乱啊 所以他都是在中国大陆啊 四川啊 这个后方啊 做文化工作 民国四十七年 依指天台中台序大师出家 小人法师自此由禅而专严 遣修天台教官与指官 法界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 那么 谢谢大家